欢迎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 新闻嘉宾言行郭sir 刚才恒指曾升到21,988点高位 升到200多点 现在升到167点 21,926点 国企指数升1.24% 12,216点 升到149点 成交方面暂时有133亿 期指升到276点 21,959点 高数19点 成交量有25,000多张 上一节和郭sir说航空股 看到油价急跌 看到一些航空股 表现很不错 一起看看 东方航空升5.36% 3.34 升1.7 南方航空升4.8% 4.09元 升1.9 中国国航升4.8% 7.55元 升3.5元 郭sir 怎样看航空股呢 每次油价急跌 航空股都可以升 其实这次油价 突然间的回落 都有一点差异 不论怎样 航空股 大家知道最大的营运开始就是油价 如果油价能够轻轻轻走到90元 或者是90元 阻止一通甚至会留下的话 对航空股来说当然是利好 值得一提的就是经济持续都还是增长的 就算部份慢都是增长 尤其是内地的经济高速增长 其实一些消费或者旅行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 当然之一些短程的航线 会面临好像高铁的竞争 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 但如果以国际航线为主的话 好像来各行那样受影响比较轻微 估值那方面其实几只航空股 今上现价来说都不算是太高的 值得一提就是近期的市场 虽然有一点向下沉底或者持续沉底 但航空股都没有跌得太过离谱 相对来说在低位 沽额其实就不是那么大 第一就是估值是比较低 其次来说油价的因素 相对早前114元一桶现在下到90元 其实已经回调了20多个百分比 如果油价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话 对航空股来说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刺激 因为目前来说客运、货运和商务 都持续上升 我想这个势头就不会这么容易改变 只要油价的因素 暂时来说可以得到控制的话 我相信条件应该有利于航空股 是进一步做好的 好像各行以往式来说是5倍多的市盈率 这个大家可以用来做参考 如果看回现价来说 从低位上来的幅度其实都不是很大 碰一碰过3.5.5元 相对现在来说4元来说都是十几百分比 当然了 早前来说曾经一度是见过4个遥一 一个月来的高位 如果能够成功突破的话 我相信应该可以上4.8甚至5元的头 只不过市场的投资意欲和情绪 现在仍然相对比较薄弱 市场是断定了 但不是代表资金入市的态度会立即转用的 因为大家的焦点始终是 在外围一些个别的因素 例如希腊的债务问题 是否最终我得解决呢 没错 我这方面我都看得比较正面的 但你一天 事件未正式有所公布之前 大家都是估计一下 只不过是看得比较正面的意思 美国那方面亦如是 QE2之后 有没有QE3 大家都不知道 唯一大家知道的就是 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会维持的 低息周期是会继续的 这两点因素就可以肯定了 但有没有新一轮刺激的方案出来 大家都不知道 市场亦都在等 事实上看看实际的环境 目前市场流动性资金是很充裕的 比以往过去任何一段时间都充裕 利息亦都低迷 换句话来说 条件本身有利经济持续复苏 亦有利股市慢慢慢慢由谷底逐步回升 不过投资情绪很有趣 你没有个若隐给他 大家入市益 总是三心两意 十五十六 当然 22000点以下他们不买 不是代表22600点以上他们不会入市 从过去历史看得到 每一次资金入市的态度 都是越升越勇 反为低迷的时间 大家都不愿意买 第一 基于明天可能会更便宜 第二 我都不知道你见得底味 这两个因素一日困扰资金入市的态度 市况是反映不了某些利好因素 包括 中尔和刚才提到的利好因素 中尔和自己 最初步是获得反映 但整个大市暂时来说虽然是转定了 都还是在22000点以下 严格来说 你要升回22123点 这个上一次的低位 楼上 才能初步好像 轻轻摆脱了 逐势低位的格局 最重要的都是250天线 指数一日未能够翻上250天线楼上 真是不可以开向笨 如果是几只内地航空股来说 如果三只取一只 我会独取各航753 753现在升成5.2% 最近是7.58 另外一个板块 受惠于油价下跌的 就是航运股 一起看看表现 航运股普遍有2%以上的升幅 中海发展升1.8 是7.11 中国远洋升1.25 5.88 中海集运升7.11 2.61 太平洋航运升8.11 是4.2 而东方海外 50元2.11 升4.11 那 郭sir 沉迹了一段时间 现在是否开始起动 跌了很多 但真的要看经济的部分 是否配合 因为一个周期性的复苏 航运股是相对比较慢 当然知道 最终来说 不论光散货 或者集装商的负运 如果经济复苏的部分比较明显 两者的需求都会放大 当然知道 在现在油价回落的情况下 对航空股或者航运股 都是有利的 但是 油价跌下来 你都要等经济的复苏 部分比较明显 富运是比较多 那你才会有效益 如果你说 新船队又多 但是富运始终不足的话 就算油价回落来 效益也不是大得那么紧要 到最后 都是要看经济因素 复苏的部分 因为事实上来说 如果复苏的部分比较明显 向好的形态也比较明显 就算油价稍微回升 我自己看一些集装商 相关的一些 航运的运费 是可以转嫁给用户 但是这一分钟来说 面对很多问题 包括原材料持续高期 生产成本亦上升 例如好像内地 面对劳工成本上升 生产成本又上升 原材料又越来越贵 当然 报价出 加上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 你将价单 一定是比人家贵的 欧美的买家 会不会将单单订下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中小企业现在在内地 由于受到一些 持续调控的政策之下 用资是很困难的 你有订单在手 你没有钱卖原材料 就算你有钱卖原材料也好 劳动的成本 或者其他各项的开支 都是相当大的 到最后可能 做死伙计 恨死隔离 窮死老板 如果有些 没法自己融资 更加不用说 其实现在四个字都说了 是水深火业 你说 对航运股来说 会不会好 如果接到订单 生产后 又再付运 接到订单 买原材料 有利1919 不用说 干散货 原材料入口 通过一个生产的程序 到最后装柜 赴运 亦有利266宗 去集运 这是一个流程 缺一不可 但现在问题就是 你将单价 跪的时间 连接订单也有困难 就算接到订单回来 生产又有困难 这个慢慢慢慢 会反映到 航运股 是会 轻轻会跑输的 因为事实上来说 不是它本身的问题 如果我们看航运股 一定要看整个生产流程 看看订单 生产过程 付运各样 欧美经济可能会慢慢慢慢好 但未必将订单会给你中国 哪里便宜就给哪里 这点可能我想多了 但只得限度短期的航运股 暂时的走势 是会 轻轻弱于大事 谢谢郭sir 看到恒指表现越来越好 已经升成253点 上去22000点流上 现在最新做22000 012点 升253点 升幅1.13% 国企指数已经升1.7% 12269点 升203点 一会儿